孔子的教育精神自古以来广受民众所推崇 对于后世的教育文化工作影响也相当深远 因此被尊称为至圣先师 在每年9月28日孔子诞辰当天 也定定为教师节 燃缅怀孔子的教育精神 今年正逢孔子2568周年圣诞 南投县政府为了弘扬孔子精神 来促进教育工作的发展 也特意在普里镇孔子庙举办 纪念大成至圣先师孔子 2568周年圣诞四殿典礼 整场活动遵循古礼来进行 并由县长林明珍担任四殿典礼正宪官 今天是我们至圣先师孔子的诞辰纪念日 孔子到今天已经五千多年的历史 尤其我们现在的文化教育都是由孔子当时一直延续下来 那么今天这个诞辰纪念日 也依照过去的古典礼来祭拜孔子 非常地隆重 今天参加祭典的贵宾也相当的多 我们在这边缅怀孔子过去对我们教育的酷施 教育的贡献 林县长也表示 县府将会以孔子精神来规划教育工作 为县内培育更多人才 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要培养一个人的事实 就是要从教育做取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县政府对教育工作是相当的重视 所以我们要发扬孔子的有教育类的精神 继续来挂养我们的教育工作 让我们南投县三万八千多位同学 都能够获得好的学习环境 获得新的科学知识 让我们这些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 都能够有新的观念 新的做人道理 在老师主任校长的教导之下 我们希望我们南投县目前的三万八千多名同学 将来出到社会上都是会变成有用的人才 都是来为能够为我们社会 尽量的来为我们社会做更多的服务 让我们南投县家庭幸福更美满 宗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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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禮官一職 吳议员表示 孔子的教育精神深受社会大众所推崇 因此普里孔庙长期以来也是香火鼎盛 他本人自担任县议员之后 也一直秉持孔子的教育精神 来协助县内教育工作的推广 在此也祝全天下的教师们教师节快乐 今天来我们保里的孔子庙来参加我们的 祝圣先师孔子的诞纯祭孔的大典 那么国庄今年很荣幸丹典的这个真理官 那么祝圣先师的精神 可以说有教无礼 所以说真正的 我们的尊重 等级以来 我们所有设施也好 尤其在教育 我们的孔子的精神 可以说 让我们这些孔子 都一直 都以孔子有教无礼的精神 在那些学习 我们孔子庙 可以说平时 香火就真正定性 我们的孔子庚也真正灵感 我看 每一次 在教育的时候 教育就都来这 来求我们的孔子庚 把他保笔 我们这个孔子庚大典 可以说一到六点就开始 我们管长来 政宪官 帅娘南大典国家 都在这参与这个大典 那么国庄 可以说 对着我们的孔子的精神 尤其丹典的议员以来 都在教育收拾 所以对我们的老师 兵士的辛苦 都做孔子 有教无礼的精神 辛苦到老师们 在这里也要向您说一声 告诉大家 您真正辛苦 也来 感觉我们的老师 对着我们的兵士 教了我们这些学习 孩子 都从无怨无悔 习生奉献付出 所以国庄今天 就着我们这个孔子诞辰祭练书 再次向 那所有的老师们 祝福你们教师姐快乐 县议员许阿甘 长期以来对于县内教育工作的发展也是相当关心 他本人对于至上先师孔子的教育精神也是十分尊崇 这次徐医员也参与仪式 担任四天典礼 陪季官 徐医员表示 孔子的教育精神 对社会相当的重要 而看到仪式遵循古法来举办 也让许多民众大开眼界 希望这样的仪式能够持续传承 今天是 是我们 南头冠 大臣自身兼师的 诞辰祭练日 今天是南头冠国家 都从来到保理庭的 教育兼有法导 来基盤控制工的借电 尊教高类 一行一行 都从来开始 随随进行 可以说是 选择这些市场也大开眼界 虽然是 每一年都有借电 但是13兄弟是照顾的 今天 这一年轮到我们保理庭 所以今天我们来在这里 参加借电的人 我们也感到说 真正公益 虽然是 时间很早 但是 但是 我认为这种的 鼓励 是 不能失败 一定要继续流传 我们看到 这些小孩在跳 六一五 这些分线官 或是培计官 阵线官 每一行都 这样 鼓励 一行一行 都让我们看得很清楚 它的进行 中间 所有的这些 配合的 鼓乐 或是 祭奠的时候 一些程序 流程都非常的遵照 传统的鼓励 在现代的社会 就是 一般的节点是没有在看 所以今天这让我们 摆开的感觉 县玉园林芳宇 在当天一早 也就到场 来参与市店典礼 并担任 培计官一职 林医院表示 从这次的典礼中 可以认识到 许多传统的文化仪式 也能从中认识到 孔子的教育精神 希望能借此 将孔子的教育精神 共为推广 成为县内教育工作的典范 来培育下一代 今天是我们大成 至圣先师孔子 诞成 市店典礼的 好日子 今天可以说是 在埔里各界 有教育界 有许多的学生 来到这边 行了我们的 向我们的 至圣先师 至上最高的敬意 他可以说是一个 万事失表 在这一天 也希望说 大家缅怀我们孔子有教无类的精神 希望说在教育界 大家都能够来 缅怀我们的先师 也希望说 先师的这个精神能够万事流传下去 也希望说透过今天这么隆重的这个典礼 让大家能够体验一下我们用传统的古礼 来纪念我们的先师 我相信 不单单只是教育的一个表率 我相信他的精神 更值得我们敬佩 成为我们教育界 教育我们下一代的一个典范 先议员王彩云也感念孔子对于教育工作的影响 这次也参与四天典礼担任旧宜官 王议员表示 孔子的教育精神相当值得我们来学习 这次办理的自圣先师孔子 2568周年圣诞四天典礼 在各界的用心之下 也希望能够圆满成功 我们今天是南大冠 纪念孔子的圣诞成秋 在我们保理庄孔子庙的基盘 由林冠党率领 还有林冠党率领 所有的実施人员 今天在这里就是 感念我们的孔子 他在教育界 对我们的贡献非常非常大 尤其在我们现在 所有的校定老师 对学生的教育 都非常重要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感谢 我们的孔子对我们所有的 感慌 教育 这是非常非常好 在这里我们今天这个圣诞 这个典礼非常完美成功 也很好 我们大家 都会用身体健康 事实如意 孔子的教育精神 对后世影响深远 也奠定了社会安定的基础 仙玉圆 许牙甘除了感谢孔子对于后世的贡献之外 也希望透过这次的四天典礼 能够让更多人认识孔子教育精神 使社会更加祥和安定 孔子说对我们这个 这个人类 这个世界中对人类的 这个生活 文化 影响很大 因素流来 这种的 理念是非常好 还有一个 这个 我们 说 古早人说 到有我们要怎么办 这有这个 礼仃词 也要是说中校和平 信仪三爷的这些 都奠定到我们社会安定 这个 五轮 都能不能这样 分成成策 所以 是一个真有秩序的社会 所以我们希望 控制公这个 这个孤雷 流团 永远 永远让我们大家 这个社会 能够更加上 副议长潘一泉也希望乡亲们能够透过活动 难免怀至圣先师孔子的精神 并能够将此精神落实到每一个角落 让教育工作能够更加进步 使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更好 民地新闻如雨凯 专题采访报道